说起古代的皇帝,一般人想到的便是他们龙袍加身,坐拥天下,运筹帷幄。 虽然君王最要紧的是礼国之天下,但文武双全会让他们更有魅力。 中国历史上诞生了400多位皇帝,真正懂打仗,会打仗的皇帝可不多。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历史上最会打仗的九大地老,你心中最中意的皇帝是谁。 第九,后洲世宗柴荣 后洲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后洲皇帝,他本是行州摇山柴家庄人,父柴守礼,祖父柴公是当地望族。 柴荣年轻时曾随商人截爹士,在江陵犯差,后来弃商随姑父郭威从荣,他被周太祖郭威说为养子,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由外戚继承宗室的皇帝。 在军事上,周世宗柴荣绝对是一位天才,他整顿骄兵舵将,亲率兵马,南征北战,几乎战无不胜。 显得元年柴荣继位为帝,他接过郭威留下的烂摊子后,历经图治,南征北战。 七败后蜀,南崔南唐,尽得江北淮南,北破辽国,连克三观三周,获得神武雄烈,乃一代之英主也的赞誉。 柴荣若多活十年,也许赵黄尹就不敢起兵了,但他一生最大的悲哀,无外乎两个字,短命。 显得六年柴荣因病,在开封万岁殿驾崩,周年三十九岁,在位六年,妙号失踪,嗜号锐武孝文皇帝。 第八,北魏太武帝拓巴涛 拓巴涛小字佛黎,星际级佛黎祠下一片神压涉骨的典故,就取自拓巴涛。 拓巴涛是明媛帝拓巴寺的长子,北魏第三位皇帝。 公元四二三年,十五岁的拓巴涛登上地位,改元时光。 拓巴涛在位期间历经图治,使得北魏国力空前鼎盛。 十八岁便清帅大军灭亡胡夏、北燕、北梁等诸多政权统一北方。 北伐柔然,使之不敢难亲,难败留宋,占据河南之地。 拓巴涛率军讲求战法,指挥灵火,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骑兵统帅。 一年时间,北魏军队就踏平了胡夏的国都,统万城。 三年之后,拓巴涛于胡夏手中,竞夺关中之地。 此后八年,北魏在拓巴涛的带领下,又相继,中法北燕,北梁,可谓万民征服。 拓巴涛结束了当时十六国乱世的局面,这样的实力比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不差道。 但是拓巴涛晚年却变得残暴不堪。 公元4552年,拓巴涛被自己的长室杀死。 十年45岁,嗜好太武皇帝,妙好士族。 第七,东汉关武帝,刘秀。 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公元8年,王莽篡立新朝,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是为一介不一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随父流也,起兵于南洋郡。 昆阳之战中,刘秀兵少,降寡,装备也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其牛上阵的。 这也成为后世演绎中的一段佳话,也就是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 但是,刘秀仅凭麾下两万人,就破王莽四十万大军,而且获得胜利,创造中国军事史的神话。 经过长达十二年的统一战争,刘秀扫平关东平复农西,攻略川鼠,最终垫顶天下。 结束了自西马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农民战争,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 公元二五年即位,尊奉汉元帝为皇考,光复汉室,定夺于洛阳。 平定动漫之后,刘秀历经图治,开创光武中兴时代。 公元五七年驾崩,享年六十二岁,妙号氏族,嗜好光武皇帝。 第六,宋武帝刘裕。 刘裕自德鱼,小明济奴,号称南朝第一帝。 他是南北朝时期宋朝建立者,史称宋武帝。 刘裕以一介不一,投身君武,成为一代名将。 又最终成为九五至尊,他的武略和镇日智慧,全谋知识五值得后人深思。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宋朝的建立者,宋武帝刘裕的大名在当时可谓是响当当的。 刘裕不是天生就当皇帝,宋朝的天下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打下来的。 他寒门出身,从小便混迹江湖,后来入武从军,很快在军中站落头角。 先是在北辅军围降,他对内平定战乱,消灭环楚,西蜀及卢巡,刘裕,司马修之等割据势力,统一南方。 向北消灭南燕,后勤等国,降服求迟。 后以雀跃镇大破北魏铁骑,收复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 等级之后,他把目光都放到北方,歼灭南燕,而后灭了后勤,打败北魏,朝北方的猛人都打了一遍,然后潇洒地回师,当他的皇帝去了。 第五位,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出身军人家庭,随后投在后汉说命室郭威幕下,是上面提到的后周世宗柴容的部下,跟随柴容南征北战,履历战功。 显得三年,赵荒印跟随柴容,征伐淮南,南唐凤化军截度时,率领15万军队驻扎在清流关。 即便敌众我寡,赵荒印依旧攻破敌军,顺持赵荒印率兵追到城下,两军再次摆好阵势进行交战。 赵荒印单枪匹马直入南唐阵中,一刀砍下敌军的脑袋,并勤祸叛倒,颇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味道。 960年,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深,以武将之身登上地位,代州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 赵荒印建立北宋以后,演见天下歌剧,势力伶俐,在赵荒印的谋划帮助下,赵荒印先后击溃了后周残余势力的抵抗,然后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先后攻灭了南平,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歌剧政权, 同时又加强对北方契丹的防御。赵荒印在之后更是先后两次背九世兵权,霸具进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时拥兵自重的局面。 第四位,明成祖朱棣 朱棣是明朝第三位皇帝,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他之前是侄子建文帝朱允文。 一开始朱棣被分为燕王旧藩北平,历经四年的靖难之役,成功将侄子赶下皇位,成为大一统王朝中唯一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 可以说,朱棣就是明朝实际上的二代皇帝。 朱棣在位时期大手笔可谓是相当多,迁都北京,派郑河下西洋,武装蒙古,收复安南等等。 但是作为同样是造反曲的皇位,朱棣所承担的骂名,要比李世民多得多。 李世民被誉为是马背上的皇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朱棣在马背上的时间甚至比李世民还要长。 年仅七岁的他就被父亲朱棣张领起来,与年长的兄长一起像士兵一样训练。 少年长些就常驻演武场,练就一身本领。 在继位后,也多次率兵清征武镇墨北,横扫蒙古,收复安南,并于东北设努尔诞都,在西北至哈密魏,在西南至大谷次,迪马萨,迪雾次等宣卫司,又设贵州承宣布政史司,巩固了南北边防。 在他统治期间,明朝经济繁荣,国立强盛,史称永乐盛世,准章创下大明王朝,但带领明朝走向辉煌的却是朱棣。 第三位,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自国瑞,元明崇八。 朱元璋是凭借着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功绩,打下的明朝天下。 在元末那个动乱的时代,他竟然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靠自己的奋斗,逆袭成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 二十五岁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清军反抗元朝,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征战,先灭陈友谅,后灭张世成,建立汉人统治的大明王朝。 红武时期也曾多次出兵蒙古,先后八次北伐蒙元参与势力,平定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也成功收回丢失的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周。 第二位,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的出身不用多说,作为唐朝开国最大的功臣,被李渊评为天策上将,职位更是在三公之上,五官之首。 天子上将之名也仅有李世民一人。李世民的功绩在他没做皇帝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自唐高祖李渊向随宣战,李世民绝对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又武侯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进封为秦王,与刘武周,宋金刚,激战太远,收复门神玉石敬德,收复山心,大战王世冲斗剑德,夺取中原。 两战刘黑榻,顶定天下,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不久,唐高祖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年号贞观。 在位期间,李世民对内以文治天下,开创贞观之治,对外开疆阔土,先后平定突举,薛颜妥,回合,高昌,燕齐,求辞,屠玉魂等。 第一位,元太祖承吉思汗。 承吉思汗是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天骄,他一生战功赫赫,最初崛起于蒙古一个弱小部落,通过征战统一蒙古,建立有史以来首个大一统的大蒙古国。 除了他麾下能征战战的一众猛将之外,他自己也是集会作战的。 击败扎木河,收复克列布,大败南蛮部太阳汉,终于统一蒙古驻部,后来又击败金、西岛、花辣子摩等国,为征服世界奠点基础。 后来承吉思汗及其子孙三代熬战几十年,略欧洲、占埃及、征印度、合并、朝鲜、征平日本、攻打越南,先后征战40多个国家,征服720多个民族。 在广袤的欧亚大陆,当时整个人类世界五分之四都有承吉思汗征战的足迹。 关于最会打仗的帝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 如果对于以上盘点有不同意见的话,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补充交流,你最中意的皇帝是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